行政院针对无保工作者加码纾困新台币1万元 民众申请要备妥工作证明和薪资单等 有流动摊贩拿不出工作证明被要求付上进货证明 但是摊贩业者直言要拿到进货证明真的有一点难 另外台东有一名50岁的罗妈妈平常靠着大零工度日 薪资都是当天限领 雇主根本就不会开立薪资单 现在申请要有薪资证明也让罗妈妈担心 没有证明的话纾困金恐怕领不到 还有民众说领个补助就像是跟政府行李 要把政府清紧 我们的买书要把奔礼 还有丢丢丢丢丢看人要拿什么政兴政兴 话说得很气 领一个补助却要准备繁杂文件 知一政府根本是百般刁难 一个大饼给我们看 我们在那边流口水而已 不少人都说纾困补助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连台东一名打零工的罗妈妈 也担心申请会踢到铁板 有几个去都没有办法 他就说不服资格 要老板的薪资证明 申请纾困必须减负薪资证明 但是身为临时工 薪资当天限领 雇主根本不会开立薪资单 跟老板要 他老板也说没有办法 罗妈妈也无能为力 只能亲自跑一趟公所 才知道结果 政府针对无保工作者 加码纾困一万元 但是申请文件复杂 引发民怨 另外针对流动摊贩 如果提不出工作证明 也可以用进货证明代替 摊翻业者怎么看 你拿得到吗 真的拿不到 我敢怎么办 拿不拿得到进货证明 自己也不确定 政府一片好心的纾困美意 却夹带复杂的通关城市 民众无奈 但也只能跟着规则走 记者综合报道